题目叫做读懂塔罗牌的智慧 那第二章节跟第一章节的差别差在哪边呢 它就是差在说第一章节我们都是给大家做一个打地基的动作 你看我们上了一个多月 那应该上了五堂课六堂课 那也上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 对对那十二个小时还没有进入到塔罗牌的轴心 就是都还在外围而已 然后都还在那个金字塔 金字塔的最底端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去开始要往上讲 要开始你们前面打好地基 你们把什么脉轮啊色彩学啊 然后占星啊 还有数字元素 最重要的数字元素 数字牌 然后跟宫廷牌全部都搞懂之后 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大牌 它就是塔罗牌里面的核心 核心智慧 所有的生命智慧 所有的我们对于生命的观点 全部都在这个二十二章大牌里面 好所以大家要认真听 因为所有的重点啊 塔罗牌就百分之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重点 都是在大牌上面 所以大牌呢 它会比较难啊 比如说我们讲一张数字牌 我们可能讲大概十分钟 但是我们讲一张大牌呢 可能就要讲三十分钟 讲四十分钟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大家 就是让大家去理解 这张牌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而且透过理解这张牌 你后面你就不用背了 你就听完课程 你理解了 你就不用去背 它的关键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会让大家 会让大家节省很多背的时间 跟很多年去学习塔罗牌的时间 是因为你们今天课程听一次 然后我把塔罗牌 我把大牌讲得非常的详细 然后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 背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们看书 然后你们上其他课程 跟你们看影片 是不是都花很多时间在那边 就是听老师讲说 这张牌 他的关键字是什么 他的牌义是什么 可是听完之后你还是没有学会 在占卜的时候你觉得还是卡卡的 你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核心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帮大家上大牌了 一定会让 一定会让大家就是听完之后 都有收获 好吧 首先呢 第一步呢 我们大牌的解读心法是什么 好 在塔罗牌课程里面 有没有 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去解读单一的牌面 你去读牌义 你去背牌义 然后你去看他的关键字 效率是最低的 效率是最低的 塔罗牌背牌义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深入理解一张牌 除了书本跟课程内容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个人的生活经验 好 所以我们课程会避免用枯燥的教学方式 我们会让你们 把塔罗牌融入你们的生活经验 好 我举例哦 假如我们等一下要上了魔术师 魔术师他的牌义是什么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他牌义就是新的开始 开创啊 口才好啊 有才华 对不对 这是他的牌义 这东西就是关键字 那关键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书本上面的东西 所以当你在看书本上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没有跟你产生共鸣 他就没有意义 因为他是死的嘛 就像你今天在背那个 有人国中背理化 物理化学不是要背那个元素表吗 那你背元素表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实际上是没用 对不对 除非你是要去当科学家 他跟你的生活经验一结合在一起 就变得有意义了 可是今天他跟你的生活完全无关的时候 你是背不起来的 好 好 所以我们会避免用枯燥的教学方式 我们会希望大家用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体验这张牌 那你可能就会问说 可是老师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啊 没错 因为正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 所以你才会体会到跟别人宇宙不同的牌义 所以这张牌 他在我的身上跟在你的身上 你体会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一样可以去运用这张牌 帮自己帮别人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塔卢牌他独特的地方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是呢 他会有一个核心的含义 这个核心的含义可以让我们 都能够在学习塔卢牌的时候 透过塔卢牌跟我的生命做结合 你会更理解他 所以我说塔卢牌 他是一个要学习一辈子的功课嘛 为什么要学习一辈子 因为学习一辈子就代表说 我们没有办法靠单一的学习 就完全学会塔卢牌 我们需要跟我们的人生经验做结合 因为我们的人生也都还在道路上 就是也没有人说今天可能 就我学完了一个学术 OK我就会了 可是为什么我用的时候这么卡 或者是为什么我还是不会解牌 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可能还不够 你还需要去体会更多 当你体会更多的时候 你塔卢牌就越渐渐 然后塔卢牌越渐渐 你又可以反推回来 你又可以对人生有更多的理解 所以当你的人生有塔卢牌的时候 其实你会更加的顺遂 而且也会更加的去 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给解决掉 好 所以塔卢牌加人 就是赋予你的生命意义 这塔卢牌它就活过来了嘛 因为有跟你的人生做结合 它就活过来了 可是如果它是跟书本上面的牌义做结合 它是死的 因为塔卢牌它本来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而不是说它是一个什么五字天书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论文就放在那边 OK它是要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塔卢牌读得通透呢 我们会把为什么给框出来 为什么为出发点 当你今天在学习塔卢牌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关键字 女祭司是什么智慧啊皇帝 她是什么可能强势 你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皇帝要强势 为什么女祭司她有智慧 她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要去拆解这些牌 我们就要去问为什么 然后并且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理解的方式 好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 好像塔卢牌她有 大家听到塔卢牌要背 我们就忘了却步嘛 然后又听到说这个 哎你要背 但是呢你还要再去看逆位 然后啊 而且每张牌的含义非常的深啊 所以你学塔卢牌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那大家会想就是会吓到 然后就不想学了 那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塔卢牌她可以很简单的学 因为她只要跟你的人生经验做结合 就会很简单 而且这些这么深奥的东西 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阐述出来 好 这个是我觉得塔卢牌在学习上面 最难能可贵的 对 也是我自己在专研塔卢牌 在研究塔卢牌 我觉得最适合大众的学习方式 除非你今天是要当一个那个研究员 就是你专门在写论文 你想当一个塔卢牌博士 你想去研究他对于心理学的意义 然后你想要研究每一个神秘学符号 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你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的课程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教大家学会塔卢牌 好 那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每张牌都有正方两面的含义 大家有听过正逆位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会用逆位 我要先说我们不会用逆位 我们判断牌译的好坏方式 不是用正逆位 而是依照个案的问题来去诠释 好 所以问题才是重点 问题才是重点 而正逆位它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 因为有人可能会说抽到逆位就是不好的 或者抽到逆位是有问题的 但我们会根据个案的一个状态 来判断说 他到底是经历的是好的体验 或者是不好的体验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大牌的解读技巧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